每到过年,家家户户都会在自己家的门窗上贴上一个大大的福字,来迎春那福。 国学大师说,大年初一当天,一定要把福字贴在家里这些地方,一年一次请福回家,千万别贴错了。 今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贴福德传统。 一、贴福德来历,春节前张贴福字,传说这跟江子牙风神有关。 相传,江子牙风神台上风神,风到三百六十四位之时,他的王妻马氏来了。 大骂江子牙没良心,说什么都要讨要一个神位,江子牙见王妻死皮赖脸,想起自己当年不得知之时,马氏一副看不起自己的嘴脸。 于是就对马氏说,你是个败家命,神位已经封完了,就剩下了穷神了,你要就封你,做穷神吧。 马氏一听不干了,嚷着,穷神就像个扫把星,到哪里都被人嫌弃,叫我如何安身。 江子牙就笑着说,这样吧,凡是没有福字的地方,你不可以去,其他地方你随意。 于是,天下哪里都有穷人,穷神无处不在,人们为了不让穷神上自家的门,新年之际家家户户都在大门上贴一个大大的福字,来拒绝穷神入门,久而久之,就成了一种习俗,意义也从最初的聚穷入门到迎春那福。 二,福到了的传说,真正将贴福字这一行为纳入传统习俗中,来源于明太祖朱元璋,在云楼杂话当中记载,春莲之社,自明太祖史。 从朱元璋称帝开始,他极其喜欢热闹,不光要家家户户都贴春莲,还要贴上福字,倒贴福也和他多少有些关系。 据说,当年明太祖朱元璋刚刚称帝的时候,要把全城不服他管理的人都抓起来杀掉。 为了区分这些人,他派手下秘密告诉顺从他的人,要在家门口贴福字做标记。 这件事情不巧被马皇后知道了,马皇后是平民出身,为了保全自己的百姓,派人秘密告诉全城的老百姓,天亮之前,在家门口贴上福字,结果有一户人家不识字,把福字贴反了。 第二天,朱元璋派人上街查看的时候,发现家家户户都贴了福字,唯独这家贴反了。 朱元璋知道后,很生气,想着把那户人家满门抄斩。 马皇后知道后,灵机一动,和皇帝说,想必他们是知道您今日要来,故意把福字贴倒。 这不就是福道的意思吗? 朱元璋一听,挺有道理,就下令放人。 从那之后,人们就把福字倒贴起来,除了表示吉利以外,也表示对好心的马皇后的感激之情,除了马皇后的说法之外。 还有个说法是说来自清代的宫亲王府。 有一年春节,王府里的大管家为了讨主人开心,写了好多的福字,派人贴在库房还有大门上,结果有个家仆不认字,把福字给贴倒了。 宫亲王的福尽看到了,非常生气,觉得这是不吉祥的行为。 大管家灵机一动,和福尽解释。 我常听人说,宫亲王寿高福大造化大,如今大福真的到了,这可是吉祥的征兆啊。 没想到,福尽听了之后,很开心,就赏了管家和那个贴倒福字的人。 三,正确地贴福。 有些人说福字应该正着贴,有些人说应该反着贴,有些人说年前太忙,应该早早贴,有些人说福字应该越晚贴越好。 那到底怎么贴才是正确的呢? 而今大多数人将福字道着贴在门上,取福道了之意,其实是一种误解。 过去,福字的贴法有很多讲究。 首先是福字有正福,道福和小哥的福字之分,不同的福字,所贴的地方也不尽相同。 福字还有两不贴之说,一是祖辈,三辈之内,即父亲,祖父,曾祖,名字含名,字。 好,中有福字的不能贴,意味避讳,已是对祖辈、长辈的尊敬,多贴路字,因为路字的本意是福气。 福运,同时古因古与路同运同意,有钱财,钱粮之意,贴上路字意味希望得到福气和财运。 二是当年家中有长辈过世的,不能贴福字,俗称不见红,意为守孝一年,表示对侍者的尊敬。 此外,贴福字时间应也有讲究,应在除夕的下午,太阳尚未落山之前,且顺序应该是从外向里贴。 先贴抬头符,再贴门符,以此类推,最后一个才能贴到符。 意味着一年的福气都要从外面流进来。 一,大门符要正贴,大门上的符字是最重要的。 很多人现在习惯用一个符字来代替门神,贴符字固然没错, 但是要记住,大门上的符字,必须正着贴,因为大门上的这个符字,有纳符的意思,而且因为是家庭的入口,所以就非常郑重,所以符字也必须要郑重。 当然了,还有以后一种说法,就是大门的符字正贴,能够起到正符临门的作用。 如果连大门的符字都倒着贴了,那么就是把符记给倒出去了,也有一种特殊情况的存在。 比如,如果上一年,你的家里发生了大的变故和意外,想要转运,便可以把符字都倒着贴,大门也是一样。 二,筒箱倒置倒贴,在垃圾桶,储物箱等需要倒置的容器上要倒贴符字, 寓意着把这些容器倒置时,原本倒着的符就变成了正符,表示把好运和吉祥留在了这些容器中。 倒贴符字也寓意着收纳符记,留住符记,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收纳物品的同时也意味着收纳符记。 因此,在垃圾桶,储物箱等容器上倒贴符字,表示这些容器不仅仅是收纳物品的地方,也是收纳符记的地方。 这样,表示符财器会一直留在家里,屋里和柜子里,室内可以倒贴,如果是在室内贴符的话,便可以倒着来,能讨得一个好彩头,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符道了。 当然,大家还习惯问问小孩这个符贴的对不对,小孩会说符道道了。 家里没小孩的话,自己说,一下符道了,也是一样讨个好彩头。 四,冰箱衣柜要倒贴,如果是贴在室内冰箱,柜子,器皿上的符字,同样也是要倒贴,为什么呢? 因为冰箱和衣柜这种地方,本来就是要把东西从里面倒出来的,所以为了避讳, 就专门贴上符字的倒贴形象,能够把两个导箱抵消,表示符器或者裁器会一直来到家里和柜子里。 符字什么时候贴最好?真正贴符字的时间应该在年三十的下午。 太阳尚未落下之前,且顺序应该是从外面向里贴,先贴抬头符,再贴门符,最后才能贴倒符,意味着一年的符器都要从外面飘进来, 且由大门开始从外道里的符字先大后小。 符字有深意五符临门,其实,符字还有五种具体的含义,即五符,经典史籍尚书, 红范上所记载的五符是,一约寿,二约富,三约康宁,四约修好德,五约考忠命, 寿为命不夭折,而且福寿绵长,父为钱财富足,而且地位尊贵, 康宁为身体健康,而且心灵安宁,好德为生性人善,且宽厚宁静, 善中为临命忠实,没有遭到横祸,身体没有病痛,心里没有挂碍和烦恼, 安详而且自在地离开人间,俗语中的五符临门中的五符,即源于此, 贴符字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项重要的习俗。 它代表着人们对来年幸福和吉祥的期盼,贴符字不仅有助于祈福和保佑, 还能够营造节日氛围,增添喜庆和欢乐,总之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中, 心想事成,万事如意,记住,贴出符字,迎来满满好运,祝大家新年快乐。